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快乐讲唱时间监窗 我新比嘉宾 仍然是要材症血研究部的经理 直耀辉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先和大家看看 港股半日沽空的详情 看见港股半日主板成交395亿多 帕空额有45亿多 帕空比率占了大约1成2 当中营赋基金最多有4.248万 占总额大约超过9% 占股份成交方面超过9成 第二位是南方A50 有3.398万的帕空额 占总额方面超过7% 占股份成交超过52% 第三位是汇控 汇控有2.3000万的帕空额 占总额是半成 占股份成交超过26% 第四位是安石A50中国基金 有1.9200万的帕空额 占总额超过4% 占股份成交 就接近1成半 刚才上一节和你谈过市 说到今天的帕空比重 占了市的成交1成2 比重算是挺高 但近期来说 看到沽空比率 也是徘徊处于高水平 最高的一天曾经试过1成半 会否见到投资者 对后市的反弹表现都没什么信心 仍然做沽空的部署 你看到我的口吻都知道 我们后市的看法都比较上 中性又比较审慎 只不过你说对于 凝负的沽空量 都有九成多 都依然比较上 都可以说近日都是比较偏高 都维持这个水平 都依然有点意外 因为你说短期来说 短期来说明天就结算 还有我觉得在短线来看 都是觉得大市有机会 可能会尝试二汶零五百点这些位置 这个看法都是不变的 但都好像上次讲到很多因素 大家是要留意 所以都重新回来 虽然你说后市方面 大家都真的很记望 七番新 但怎样都好 留意着A估的情况 还有始终对后市 还有这些沽空量 虽然之前来说 我都不是很相信 但你看回近日的情况 都不失为一个参加指标 所以如果沽空量这么高 大家都是要小心迷上 大家尤其是有货的投资者 更加记忆 希望七番新 见到六月份 就绝得太过了 跌了几千点 其实见到A估方面 现在仍然跌超过百分之一 跌21点 到1937点的水平 刚才提到的 抛空比重方面 南方A50和安石A50 今日的抛空比重 是第二位和第四位 其实这两只ATF 每天都榜上有名 在沽空榜上 其实刚才提到的放水行为 对一些听话的银行 有适量的放水 似乎振奋不到A股 A股仍然跌超过百分之一 H股方面 虽然国企指数 跑赢大市 现在升超过百分之二 其实投资者 如何看相关的 国企股 又或者A股的表现 会不会 其实都是深淡巨多 是淡的 说真的 还有现在你看看 常证 基本上大家之前 说的一个建国底 想着都是奴不可破 谁知都是 昨天来说 一攻即破 所以大家都有点而 都挺担忧 还有你看回我们方面 虽然是 刚刚也说到 流动性方面 都是叫做开始好一点 但大家始终可能 从实体经济去看 这个情况 因为你看回 实体经济方面 似乎现在这一刻 都似乎变数都依然比较多 还有对于前景方面 都开始变得 就看得不太通透 所以你说投资者方面 可能对于一些中资股 都开始 投资的心态 都可能比较清亮 比较审慎 但我都觉得可以给一点点建议 因为其实现在这一刻 或者看资油的情况 我自己会认为一些 产能过剩的板块 譬如建材 煤这些 基本上就是要避 你说怎么也好 因为面对产能过剩 而且你见到内地的大方向 对于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 也好 这些板块也好 基本上都可能会比较多些 整顿 一些措施去监管 还有其实也是 那些银行方面 他都不鼓励这些银行 借责给这些企业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板块 都依然面对比较多的变数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都觉得是要避 但是相反 譬如你说一些 和国策相关的板块 譬如说一些 制作新能源 特别可能是 风发电那些 或者是环保 水利那些 说来说去都是257 371 大家可以再 不妨都继续留意 因为这些可能 国策的能见度 透明度比较高 还有大家都会预见到 就是国策将位之后的时间 都一定是扶持这些企业 所以这些板块 说真句 虽然是没错的 它的价就不要跌了 在这一轮的时间 你会见到 两者的股价 都不是说 和大致相比的话 抗电力比较高 但这些板块 可以说是长线受惠的发展 所以你要选择板块 都可以留意这些 好 谢谢 就和大家看完 相关的公共的表现之后 不如和大家看看 现在 在主板来说 升得比较大的股份 就是 补光10月84号 现价2.42 升近1.7 今天最高见过2.46 昨天收市之后 公布了业绩 昨天半天收市的时间 公布了业绩 曝宝光年赚2.338万 二年倒退了7% 年特别息共派3.7千 公布了全年业绩倒退之后 估价表现昨天做得很差 没错 跌了9% 今天来说有一个大反弹 原因在哪里 是市走 还是业绩上面 会否反映过敏 反映过敏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昨天的时间 公司公布的业绩 你可以说看大数 都有点令大家失望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其实大数的盈利方面 跌了7% 但如果你详细看公司今次的业绩 有比较多一些一次性的开支 如果你扣回那条数 基本上盈利方面 跟上年同期比较 其实差不多 应该是有个 甚至乎有轻微增长 所以有情况 也未至于看得那么淡 其实宝光本身 你可以说它有个比较大的卖点 就是在上年年尾的时间 有这个博浩投资的 叫买了一些CB 就是变成入股 而博浩投资 刚刚说到这间公司 就是这个投资的基金 本身的背景就真的很厉害 就是本身的背景很强 因为最主要本身 这个博浩资本 其实它本身的背景就是 就是这个张智恩 就是以前这个平保的一个掌台人 还有这个马雪晶 就是联想当中以前的一个高层 他们做的 另外都有一些叫做江泽民的孙的背景 所以变相之下 你可以说它在内地的发展 的人物就很好的 所以你说宝光拍着它来做的话 其实变相之下 虽然你一刻 宝光在内地方面的业务的表现 做得一般的 但是大家似乎都对这个合作 有些比较大的憧憬 而且始终你可以说 因为都是上年年尾的合作 在今次的业绩上 可能未发现 这些因素出来 所以我觉得 对业绩在之后的发展 都是有些寄望 所以变相今天来说 市的气氛都好一点 所以股价大胆都不出奇 还有前景方面 依然在看法上 比较上是乐观的 对 股价表现来说 今天升穿了十天线 如果十天线保得住的话 是否后市都继续看好呢 始终公司有基本因素支持的话 我觉得后市方面 形势上未知 好像之前那么差 好,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Stanley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有呢 都没有持有 好,谢谢 稍后回来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记住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04-6566 稍后见